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战况 俄军21号称奇在20号击退乌军对蛇岛的进攻 此外在北顿尼茨克市和利西昌斯克市 激烈战斗仍在继续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告说 俄军20号击退乌军对蛇岛的进攻 乌军转而用无人机攻击黑海西北部海域的 天然际生产基础设施 两座钻井平台被乌方击中 此外俄军在蛇岛地区空域 还发现一架美国空军RQ-4全球鹰高空无人侦察机 而在鲁干斯克地区的北顿尼茨克市和利西昌斯克市 据乌克兰媒体21号援引乌方任命的 鲁干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谢尔盖盖弹的话报道说 北顿尼茨克市工业区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 另外俄军试图沿着利西昌斯克到巴赫木特的公路包围乌军 不过俄军这一尝试并未成功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 俄军控制了利西昌斯克市南部的两座村庄 俄军还从利西昌斯克市东南部村庄 向利西昌斯克方向发动进攻 其攻势取得部分成果 不过双方的战斗仍在进行中 另据乌通社21号报道 过去两周俄军对哈尔科夫州的攻击频率大幅增加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讲话中说 俄军正在积聚力量 并试图重新向哈尔科夫市发起攻击 便 wol在祖母内 小学生